大家好 欢迎收看海峡五报 我是小丽 我们来看新闻 世界卫生大会即将召开 台湾方面至今仍未收到邀请函 4月29号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用英文在社交媒体发文 声称不应因任何理由 排除台湾参加WHA 台外市部门主管李大为一号表示 如果8号仍未收到WHA邀请函 会有行动 也有备案 蔡英文在社交媒体发文 也是策略之一 4月29号 蔡英文在社交媒体上连续发声 先说 很高兴在台湾和墨健见面 随后又说 对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我们很感谢国际社会持续支持 谢谢你们帮台湾发声 下一分钟再连发两篇说 台湾致力于协助其他国家面对卫生挑战 积极对世界上的卫生项目做贡献 台湾今年不应该因为任何理由 被排除在世界卫生大会之外 卫生议题不应有将界 台湾对全球卫生扮演重要角色 对于蔡英文的动作 一号台外市部门主管李大为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是策略之一 如果8号仍未收到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函 会有行动也有备案 但目前无法透露内容 打牌前不能把牌翻给人家看 虽然台当局声称有对策有备案 但台湾各界普遍对于是否能收到 世卫邀请函感到悲观 4月30号台卫生福利部门表示 感谢美国长期支持 但支持并非保证 台一届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佳 则明确说 这段时间 他拜访了几个重要国家驻台机构 得到讯息是不太乐观 他甚至担心 世卫旁听习近不近的去也是变数 针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话题 厦门大学台研院政治所所长张文生说 台湾能不能去WHA 蔡英文说了算吗 张文生说 台湾参加WHA的前提是 承认卷共识和一中原则 蔡英文想排除前提条件参加 这是不现实 不可能的 国际社会对于坚持一个中国有共识 联合国2758号决议 也解决了中国参与联合国 及其下属组织的代表权问题 对于台湾参与WHA 必须符合国际法 必须符合两岸共同参加的特殊安排 否则任何一个国家的地方政府 都想无条件参加 WHA就乱了 昨天5月1号劳动节本是休息的日子 然而在台北市 由全台各工会工运团体和摄影团体 所组成的五一行动联盟 发起五一劳动节游行 万名工人受雇者骑上街头 抗议资方及菜当局联手打压剥削 下午1点钟 抗议民众在凯达格兰大道集结 首先举行逝师大会 会上劳邦代表自演自导行动聚 讽刺资本家对工人深土挖掘 菜当局却连同资方吃劳工豆腐 劳动节前夕 同样身为游行发起团体的工豆联盟 4月13号从高雄出发 展开了步行全台的年经行脚活动 最终行脚队伍于1号下午2点抵达凯道 与联盟其他游行队伍成功会师 蔡英文政府在选前 主打的都是好青年的选票 但是在选上了之后 我们看到的是你逐渐的亲资 你逐渐的让财团 渐渐的弹掉了我们的劳动条件 五一行动联盟表示 蔡英文上台以后 在资方团体的支持下 详情修改所谓劳机法 砍掉了工人的七天假 通过一例修 但在完成修法之后 蔡当局陆续通过所谓行政函事 开小门走后路 做出种种利于资方的解释 甚至想让更多行业 适用变形工时 和被称为奴隶制的责任制 五一行动联盟认为 所谓劳机法 恐将被继续修恶 而工时是否缩短 工人低薪和工作条件是否改善 却不是蔡当局在意的事 虽然劳机法 号称是一体 所有劳工一体都适用 但事实上还是有很多的劳工 没有使用到机法 譬如说医师 譬如说老师 此外劳工团体抗议的 还有蔡当局大张旗鼓 推动的年金改革 台行政机构日前通过了 所谓劳工保险条例 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劳团认为 蔡英文此举不过是在规避责任 从不思考如何打造一个完善的年金制度 让民众的基本生活得以保障 劳工领的这个退休年金已经太少了 所以需要有一个基本的保障 那在这个没有检讨这些 有关于退休金跟劳保的制度之前 我们认为劳保条例的一个修正 应该暂时停止 当天下午 劳工代表更邀请台立法机构 各党团代表 对其诉求做出回应 唯独民进党方面代表缺席 我们不希望民进党 在还没做过完整的沟通之前 又自己关在劳动部里面做文章 修出来的结果 只是让所有劳资的对立 包括跟消费者之间 只会有更多的状况 在世事大会结束之后 五一行动联盟 从凯达格兰大道出发 沿着新一路游行 走向全台工业总会和商业总会办公室 向资方旋展 发出抗议所谓劳基法 及年金改革的愤怒声音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台湾媒体 今天还有哪些方面的观察和评论 我们来联系一下 本台的驻台观察员叶清凌 清凌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小丽 首先我们补充两条 台湾媒体今天头版关注的新闻 中国时报今天头版头条关注的题目 叫做报税首日全台大档机 昨天是台湾地区一年一度 税务申报季的第一天 每年的这一天 很多民众都会趁五一节假期去报税 因为在台湾五一节劳工放假 公务部门是不放假的 没想到昨天台湾税务部门电脑 因为各地报税的人太多了 系统瘫痪了整整六个小时 被民众骂翻了 明明知道每年这一天都会有很多人去报税 每年都有状况 但是有关部门都没有去预警 税务部门也只有出来道歉就了事了 联合报今天关注的是台湾教育部门 打算推出一项政策 就是打算推出开放式大学的政策 希望来冲破少子化 对台湾的大学招生 带来招生严重不足的冲击 什么叫开放式大学呢 就是免比试 没有学习年限 终身可以随进随出 这和我们的自考有点相似 不过台湾还可以A校入学 在B校拿文凭 但是台湾的教育界人士就认为 这只是治标不治本 未必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学生 可能对于退休人士会有一点点的吸引力 也有媒体人直接有评论说 一边是大学招不到学生 一边是这几天 大陆和其他境外的学生 无奈被迫到台立法机构外面去抗议 健康保险都被歧视 原本不足台湾声援不足 最好的解方就是大陆学生来台就读 但是台湾当局却设了种种的限制 不面对最现实的问题 而去喊开放式大学 这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政策 如同是画柄冲击一样 再来看看今天台湾媒体 对于昨天五一劳动节 台湾劳工上街头的这个评论 联合报的评论说 在昨天的街头上的劳工抗议的对象 不仅仅是直接针对资方 而是指向当局偏袒资本家 就连外籍劳工也上街头了 抗议当局政策纵容中介剥削 劳工在自己的节日里 不去庆祝而宁可去抗争 今年的直接原因 就是一例一休的政策 是决策者对于经济和社会生态的无知 却自以为是的强力干扰 及主导市场的秩序 结果资方劳方消费者是三方 都成了受害者 去年在华航大公高速公路收费员事件当中 蔡英文曾经亲上火线向劳工交心 也为个人站在弱势一方形成形象美容 但是昨天的武艺却像是执政成绩的验收日 当抗议者把豆花丢向蔡英文照片的那一刻 不知道蔡英文内心作何感想 中国时报刊登了台湾青年劳工的文章 题目是预见小英劳工政见破产 文章就说回顾将近一年的时间里 民进党的劳工政策从政治压倒一切 转变到现在是政治压垮一切 文青市的此早难以掩饰他们核心价值的匮乏 想要两面讨好 但是政策手段却屡见自相矛盾的地方 今年的五一劳动节大游行 上万劳工齐声高喊反剥削要保障 这不仅是对于现状的不满 也是预见了蔡英文劳工政见全面破产的怒吼 好 再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小丽 好的 谢谢经理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1号 台立法机构首度审查年金条例 蓝一明代冗长发言 与会议主席民进党明代段一康又引爆冲突 有人甚至拿出母亲节 说气氛不适合审查年金条例 对着记者破口大骂 台立法机构司法委员会召集委员段一康 要审查年金条例 但是民进党党团总召 廖国栋摇耳朵 记者只好围上去拍摄 康不好意思对民进党党团总召 柯建民发脾气 只好怒斥记者 没想到又有新状况出现 国民党籍明代黄昭顺 想抢议事人员麦克风 民进党籍明代任强包家 终于轮到大家上台发言 蓝一明代骂起年金改革炮火猛烈 蓝一明代阻挡年金条例 招数多多 还有人说母亲节要到了 不能审 马上就要母亲节了 我们知道我们的小孩 对父母充满着感恩 还是充满着敌意 国民党说什么民进党招单全收 因为之前审查前瞻计划 不让国民党讲话 闹得太难看 现在民进党的策略 就是当一个听筒 反正民进党明代占多数 要通过年金条例也不是问题 民进党针对2018现实议员选举 在11个转任明代或政务官的选区 将各保留一个名额 征兆35岁以下的年轻人 或多元族群的新人代表参选 但这举动引起了民进党基层的反弹 有议员认为 民进党中央不了解基层生态 恐怕会破坏基层和谐 为了拉拢年轻族群票源 民进党决议 针对2018现实议员党内初选 选区议员转任明代 或被开除党籍的11个选区 将各保留一个名额 征兆35岁以下青年 或具多元族群背景的新人参选 此举却引发民进党基层反弹 就怕民进党中央不够了解基层生态 破坏基层和谐 民进党11个征兆区 台北新北就占5个 另一方面民进党台北市议员许淑华就点出 对年轻现任议员不公平 尤其士林北投区也是征兆区之一 但其中民进党内已经就有 何志伟35岁 陈慈慧34岁 王威中34岁 谢维州34岁 四位年轻议员 他们首次参选时也都没有特权 35岁的条款是否有办法吸引年轻族群 我很质疑 是因为为什么是35岁 不是25岁不是20岁呢 那特殊才能跟特殊的技艺 到底你要怎么定义啊 民进党年轻议员质疑 特殊才能的定义为何 而为什么年纪门槛在35岁以下 忽略专业考虑恐怕也失去支持者票源 绿营征兆人才 民进党中央与基层声音不同调 日前新北市警方与嫌犯刘邦城在街头交火 互开了30多枪 经过约3个小时的对峙后 警方最终突破心理防线 让刘邦城气泄投降 不过台湾治安史上警匪枪战驳火并不少见 台湾媒体回顾 警方曾经围捕陈敬兴 张熙明等最大恶极的歹徒 那场面更是惊惊动魄 警方将目标投注在逮捕陈敬兴的行动上 这是1997年8月20号 上午10点半 第一声枪响响起 高天明持物资冲锋枪扫射 揭开这场长达6小时的警匪枪战 警方出动签名警力 最后高天明仍成功脱逃 三个月后 陈敬兴辖持人质跟警方谈判 围捕行动长达24小时 陈敬兴一度从屋内开了好几枪示威 最后投降 这些画面都是台湾治安史上最黑暗的时刻 2001年2月11号 蓝元昌手持AK-47步枪向警方导射 连维安小组的防弹盾牌都被射穿 警北双方铺开800多枪成为台中 有史以来最激烈的枪战 造成六名远警受伤 最后三名歹徒都落网 04年7月26号 警方在高雄大辽山区 围捕张喜明集团 双方驳火上千发子弹 仍被张喜明脱逃 张喜明得了整整一年之后 才在杀戮救命 同样在04年台中中港路闹区 也曾发生激烈警北枪战 警方追查一起绑架勒鼠案 围捕两名绑匪 双方驳火共一百多枪 造成两名刑事组小队长一死一重伤 一名汉匪被连开28枪当场击毙 从陈静心到张喜明 不少歹徒都拥有强大火力 警方围捕身死相搏 实在触目惊心 台湾艺人周杰伦30号 在西安举办演唱会 吸引了大批歌迷捧场 在演唱会接近尾声的时候 他看到保安为维持秩序 疑似扔掉歌迷的灯牌 让他气得直接在台上标骂 你给我滚出去 但事后发现自己误会了保安 急忙在微博发文致歉 感动许友哥来看我的演唱会 急性改编歌曲现唱给张学友 周杰伦的演唱会向来很活 但这一次却公然动怒 把他的灯牌还给他 这位公安 哈喽 你不要亂丢我歌迷的灯牌 你会听到吗 拿着麦克风直接对保全喊话 周杰伦听起来有点火气 台上的他看到疑似是 保全丢了歌迷的灯牌 你要控制自信 去把他灯牌丢掉干嘛 你给我滚出去 我再跟你讲话 你没听到 你给我滚出去 我就点你 来吧 下歌 暖心的举动让全场的歌迷尖叫 不过事后 周杰伦透过公司了解 当时疑似是因为 该名歌迷的灯牌 挡住了后方的观众视线 而周杰伦因此也透过了公司 发微博跟保全道歉 说对于维护演唱会秩序的 安保人员表示感谢 接下来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据朝中社5月1号的报道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 称目前的半岛局势 是50年来最严重的 发言人称 美韩今年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 关键决断和突救联合军演 投入30多万兵力和各种核战略武器 表露出进行先发制人核打击的企图 甚至让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改变航线 将其紧急调入朝鲜半岛水域 发言人还表示 朝鲜将继续坚持拥有核武力政策 这样美国才不能把它对其他国家的侵略行为 无所顾忌地用在朝鲜身上 被外界视为准航母的日本海上自卫队 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 5月1号从驻日美军基地出港 开始执行对美国海军补给舰的护航任务 据日媒报道 1号上午 出云号从位于神奈川县的 横须贺美军基地出港 同日下午在防总半岛附近海域 与美军补给舰会合 开始执行为期两天的护航任务 日媒报道称 这一艘美军补给舰的补给对象 可能包括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与韩国海军举行联合训练的 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 这也是日本新安保法实施后 日本自卫队首次执行 护航美国军舰的任务 好的 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5月1号 法国总统大选候选人 玛丽娜勒庞的父亲 极有意政党国民阵线的创始人 兼前任主席 让玛丽娜勒庞在出席一场活动时 为自己的女儿拉票 同时批评另一位候选人 马克龙 称其只是现任政府的延续 不会带来真的改变 在出席当天举行的活动时 让玛丽勒庞不仅为自己的女儿 玛丽娜勒庞拉票 他还抨击马克龙 仅仅是现任法国总统奥朗德的延续 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结束后 前进运动候选人马克龙 和极右翼候选人 玛丽娜勒庞得票率最高 进入将于本月7号举行的第二轮举逐 分析人士认为 马克龙和勒庞的选举策略 和施政纲领截然不同 代表着两个法国 一个代表顶层法国希望革新改革 亲欧支持全球化 一个代表底层法国对现状不满 反欧对全球化不满 回归保护主义 好的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 当地时间4月30号傍晚 发生一起枪击案 造成包括凶手在内的两人死亡 另有7人受伤 当天晚6点左右 大约有30人正在一处室外游泳池 为一名男孩举办生日聚会 其中大多数为非洲裔美国人 凶手进入现场后便开枪随意射击 警方接到报案后迅速赶到现场 击毙凶手 警方认为凶手为49岁白人男子 彼得·塞里斯 其作案动机仍在调查中 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言人1号发表声明称 国际社会应抓住机会推动巴以和平进程 声明表示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将于3号举行的会谈极为重要 阿巴斯在与特朗普会谈时 将重申基于两国方案 及阿拉伯和平倡议的公正和全面和平的必要性 据韩国司法界5月1号消息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将于今天 对前总统朴景慧受会案进行首次预审 预审是在正式审理前 整理争论焦点的程序性听证 被告没有出庭义务 辩护人可代为出庭 且朴景慧平时足不出户 不喜欢与外界接触 因此不少人猜测 朴景慧缺席预审的可能性较大 但也有观点指出 不排除朴景慧亲自出庭 例证自己清白的可能性 好的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海峡 继续来看新闻 随着时代的前进 蒸汽机车退出了历史舞台 不过蒸汽技术 依然是许多人不愿割舍的爱好 最近英国发明家杰夫赫兹皮斯 制造出了一辆蒸汽自行车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这是62岁的杰夫赫兹皮斯 自己发明的蒸汽自行车 被称为赫兹皮斯蒸汽自行车 加上水点着火 自行车在蒸汽机的推动下 就能动起来了 这是款直列单缸的 蒸汽发动机带动的自行车 最高时速可达32公里 同时做了冬季应急热度改进 可以在冬天以更短的时间启动 在满是汽油车 或者新能源车的街道上 这辆带着古风的蒸汽自行车 骑起来非常吸引人眼球 不但造型独特 还有类似蒸汽机车般的鸣笛声 据赫兹皮斯介绍 打造这么一辆自行车 需要考虑动力 水缸容量 车体平衡等多方面的因素 而从开始制作到产品最终完成 赫兹皮斯用了大概20年的时间 除了蒸汽自行车 赫兹皮斯还有很多 关于蒸汽技术的发明 比如这个流声机 也是用蒸汽机推动的 当然 最让赫兹皮斯引以为豪的 还是这辆蒸汽自行车 据悉 曾有来自丹麦的蒸汽机车爱好者 尝试用一栋房子 来换这辆蒸汽自行车 但被赫兹皮斯拒绝了 像赫兹皮斯这样痴迷蒸汽技术的人 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在少数 在如今这个智能数字世界里 人们已经很难亲手修理东西了 因为数字化的技术 对于普通人来说太过于复杂了 但是蒸汽技术不一样 你能上手 拆卸 修理 甚至自己做出整个产品 好的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我是小丽 我们明天中午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